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兄弟联李明老师 我是兄弟联沈超老师 那么在幻灯片上有我和李明老师的微博 也有我们兄弟联的论坛的交流地址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联系方式 跟我们进行实施的交流和互动 这一讲我们主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Linux系统简介的第四节 关于Linux的学习方法 初学者在学习Linux的时候 往往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困惑 或者是找不到一些学习的一些捷径 那么这里面我和沈超老师 把我们在学习和使用Linux里面的一些经验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 有点黑漆漆的这样的两张图片 那么有很多同学最开始学习Linux 特别困惑的一件事情 沈超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还好 因为我接熟计算机比较早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不反感 但是确实有很多同学 觉得Linux远程的字幅界面 比较古老 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这种DOS时代 或者比DOS时代更古老的时代 回到了解放前 对 那么但是Linux选择命令行 有它自己的一些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说 Windows在设计的时候 它的初始理念 就是用应用器优先 这样一个理念 它所以做的非常华丽 非常漂亮 使用起来也很人性化 但是Linux可能没有这个考虑 Linux是考虑的 就是服务器使用优先 换句话说 它考虑稳定 考虑安全 但是管理Linux服务器的人 都是专业的这种工程师 那么它根本不考虑应用器 那么所以变成了我们这样一个 到目前为止 Linux还是使用比较古老的 这种字符界面 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就有点像 这个说的好像Windows 就好像这个中国大妈买黄金一样 都可以去玩 对 然后这个Linux呢 好像就像比特币挖矿一样 这个还得有点 对这方面的了解 甚至是还得懂一点 这个硬件选的技术 等一方面 那么其实我的感觉 就是啊 很多时候Linux上面 如果呀咱们运行了图形环境 它对系统资源的占用 是比较庞大的 这也就是说 我们说啊 我们考虑的就是 应用性和稳定性 那么装了图形界面之后呢 我们的系统资源 可能就会更多的为 我们自己的图形界面提供服务 但是呢 这样就不能层出更多的资源 给客户端进行访问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合我们服务器的这种 稳定性优先的原则的 而且从成本上来讲 比如说有的公司组建了一个机房 可能他这一屋子服务器 他可能就放了一两个显示器 因为平时机房也不进来嘛 全都是用这种命令行的远程管理 除非是有特别严重的问题 远程解决不了了 那么把哪个显示器 临时插在这个服务器上 就可以了 如果有一百台服务器 他不需要配一百个显示屏 他只要有一两个就够了 那剩下的就全都是远程管理 其实我们做这个网络维护的人 也不是成年坐在机房里 听着嗡嗡嗡的 那个很吵的 而且很热的 那所以说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使用命令行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就是 一旦安装了重新界面 我们说啊 这个东西干的越多 就是错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要想不犯错呢 就是躺到处上 什么时候不干 光吃饭 这样的话就不犯错 那就像你在家里一样 那如果是装了重新界面 相信的肯定会启动更多的服务 那这个时候 Vinus系统本身处错的可能性 也会大的增加 所以呢都不符合我们服务器的这样的一种要求 所以我们到现在呢 还是使用的可能看起来比较古老 看起来不是太华丽的 这样一个命令行界面 所以很多 我到过很多大学 有一些刚刚初学Linux的大学生就问我说 Linux这个东西为什么这么土鳖 对吧 那么其实呢 现在很多Linux的图形环境也是非常的华丽 包括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用命令行 就是因为像沈潮老师所讲的 这个东西定位不同 对 其实我们就说 这个命令行啊 虽然虽然看起来还是比较古老 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不知道明哥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同样配一个IP地址 用图形界面来配 哇塞谁都会 但是用命令行来敲 哇塞真是好专业 可能也有这个感觉 而且命令行 大家学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会发现这种敲键盘的 敲机器盘的这种感觉 还是挺happy的 所以我们也有时候说命令之美 或者说代码之美 简洁之美 简洁之美 所以说呢 大家初学Linux的时候 包括为什么我们这套视频教程 后面都是主要是做命令行 下面的操作讲解 以及我们这本书 对包括书里头 我们也很少介绍图形界面 对主要也是基于 你在实际工作中 也会是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所以我们说 大家可能没有选择余地 只能适应命令行 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这样一个 要先克服的第一个学习上的障碍 对 那么再有呢 我怎么想给大家的学习建议 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 这样的一些需要用到的小智慧 其实我和沈昌老师 经常在网上有很多一些 刚刚初学Linux的朋友 跟我们做一些探讨 或者问一些问题 这里面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有的时候一个问题发过来 我们往往 无法回答 摸不着头脑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问的问题就是 非常的不清楚 非常的笼统 要不然就是说 哎 我报错了 我就这行命令报错了 什么报错信息都没有 那我这个没法解答 要不然就是非常大而空 比如说 沈昌老师 你帮我做一个服务器的解决方案 我要求我的服务器非常安全稳定 好吧 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去出这样的方案 包括啊 有我记得有年轻人在网上给我发邮件 问一个问题 连邮件标题都没有写 甚至是如果从更细节的东西上来 讲连称呼都没有 也没有个老李啊 你有没有空 我问哪个问题之类的 也没有 就一句话 DHCP怎么启动不了 这是一个网络的一个服务 自动分配IP地址的 那么也没有出错的报错信息 也没有出错的截图 对 我当时就非常的困惑 包括有人跟我说 能不能要到沈昌老师的联系方式啊 结果连沈昌老师的名字都打错了 那个抄打成抄西的抄了 暴露沈昌老师的本质了 这个就太糟糕了 你很难得到一些答案 对 那么所以你要问问题 一定要把你的问题 比如说想在论坛上 把一些你困惑的 学习这套视频教程的问题 描述清楚 把报错信息写清楚 你才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 对 那反过来讲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啊 我们碰到问题 第一个想到的 应该不是马上问别人 对 应该是自己先寻找答案 对 你的印象才会最深 那么我们在兄弟脸里面 我们跟所有的学员也讲 对 最重要的你是要掌握一种 学习的方法 对 和自觉的能力 对 那么老师只是从中给你做一个点拨 和告知你 这个东西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途径 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没错 就像沈涛老师有没有感觉 有的人可能百度用的都不算太好 对 那么其实呢 在临时当中啊 他有一个非常完善的帮助信息 那么这种帮助方法 我们在后面也会学习 对 那么首先碰到问题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看他的提示信息 然后来分析是什么问题 然后呢 可以去查看他自带的帮助 这个帮助啊 显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只是有一点问题 他是 纯一问的 一会我们也会提到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 那包括呢 其实在Linix里面 有很多的一些像 他的应用的一些 包括命令的选项啊 等等 甚至都有一些使用的示例 对 那个是非常到位的 对对对 包括呢 他一些详细的文档啊 甚至是呢 我们可能是通过一些 Linix里面本身的资料 或者是一些命令 就可以查找到一些 出错的结果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这里面也鼓励大家 那简单来说呢 我们希望大家在学习 我们这套视频教程的时候 我和沈超老师交给大家的 不仅是一些具体的技术 没错 还有一种理念和方法 没错 那么希望大家 第一个有问题 不要马上就问 自己多动脑思考 只有你自己动脑去思考 你的印象才会最深 对 才是你自己的东西 对 而且学会使用工具 对 那么先在百度上去寻找 那么不要张嘴 就问别人 然后会善用工具 利用Linix里面 本身具有的这些资源 那么这是我们想跟大家讲的 第二个的学习方法 对 那第三个呢 这里面就提到了 刚才沈超老师 所提到的这个问题 对 学习英文的一个困惑 对对对 因为很多同学 在学习Linix的时候啊 就发现呢 很多提示是英文的 对 尤其是有两句 沈超老师 你有没有感觉 这两句 这两句是最常见的 第一句是 Command not farm 第二句是 No such fire or direct 其实这两个是最常见的报错 对对对 命令上面最常见的报错 第一个报错呢 其实很简单 你把命令打错了 它在系统当中 没有找到你输入的内容 那最大的可能 就是命令打错了 当然也有可能 这个命令没有安装 对 那么最大的可能是 报错 这个写错了 对 那么第二个呢 是说 你没有把命令写错了 但是你把文件名写错了 把命令的操作对象写错了 是吧 它在命令当中 没有找到文件 相应的文件或者目录 那这两个报错啊 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最容易碰到的 我们叫这是什么 双文件 或者是这个哼咖二将吧 对 所以在大家学习 我们后续课程 敲命令的时候 要注意观察 这些命令的提示信息 因为以前有人 初学的同学呢 就照着可能我们这个书啊 或者是我们后面的 这个讲解视频教程 就敲这命令 瞧完了连结果都不看 对 直接就进行下一步 那这肯定最后呢 你在做实验的时候 是出不来结果 对对对 出错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对 然后啊 这个Linux里面 这个英文呢 我们再额外多说一句 对对对 不管你在学 我们这套视频教程 或看我们的书籍的时候 那Linux程度是怎么样 都不要害怕 那么我们这里面有一个 这个应该说 经过多位兄弟连老师 检验的一个方法 不管你的英文烂到什么程度 即使烂到我这个程度 也没关系 当你想要克服这个障碍的时候 只要看到Linux上的提示 不会的英文单词 每天背上30个或40个 那么根据我们的经验 一般三个月 或者最多四个月 对 你就能够看懂绝大部分的 Linux的英文提示 对 而且这个可能也不局限于Linux 我们所有的这种计算机的专业技术 可能都面临这样一个计算机英语 这样一个问题 对中国学生来讲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很难克服的问题 那我们说这是横在你面前的做大山 那么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是翻过去 你不能绕着走 你现在绕着走 工作当中他就会压垮你 就是这样 而且其实这个单词也没有那么难背 因为我们不像中学的时候 中学我们学的时候 这英文你得能念出来 还得考虑语法结构是吧 然后还得能写出来 对对对 还能听得懂 对 咱们其实都不需要 都不需要 咱们最重要的最起码你能看得懂 对 你看这个标准多低 关键字能看懂就行 你只要能看懂Linux提示英语 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 这就相对来说难度降低很多 但是这里面也给大家一点方法 你如果想实现这个事情 今天听我和沈昊老师讲 你可以这样克服英语的障碍 那你要有几个步骤 第一个 你定出来你要干这事 对吧 我每天背 假设30个单词 对 用大大的字 一张纸写上 贴在自己床头 对对 早上一起来一看 背没背30个 结果昨天没背 趴在地下坐30个服务车 然后女孩子就坐30个深蹲起 或者两个起坐 给自己点压力 给自己点压力 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 对对对 那女人呢 人都要对自己狠一点 对对对 那再做女学员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第一个 你要给自己一个压力 定出来一个目标 甚至你告诉身边的朋友 那么你要告诉他们 每天要背30个单词 对 你们要监督我 我不背 你们就骂我是混蛋 骂我是禽兽 罚款 罚款最有效 兄弟联的这个 这个葵花宝典 然后第一个 定出你要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计划 第二个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那么你要把它分解到每一天 找到方法之行 真的要找到方法 背单词啊 这有很多方法 比如说啊 我喜欢在键盘上一顿敲 沈超老师 喜欢在嘴里面一顿默念 有人在纸上一顿狂抄 还有人在手术里面 没人的时候嗷嗷喊 对这嗷喊不是什么好现象 这个我见过 站在那个过街天桥上 然后我第一天从头路过 吓得够呛 哈喽 哈喽 他带点方言 我听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勇气可嘉 而且这个精神也是非常值得学习 所以有很多种学习的方法 找到一种适合你的 然后经常去检测一下 这种方法 昨天背30个 今天记住几个 记住三个 那就不如洗洗睡了 早点 这就歇菜了 那如果记住29个 记住30个 这个方法坚持下去 你可以克服 Linux学习的英文的一个障碍 对吧 没错 那么再有呢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 要忘掉Windows的思维方式 对吧 那沈超老师有没有见到 比如说咱们兄弟年学习的时候 这个一些学员呢 他们在这方面有一些困惑呢 对 因为我们现在不可否认啊 Windows在个人电脑终端 确实占了绝大的 绝对的优势 那么我们绝大多数学员呢 一些数电脑系统都是从Windows入手 所以呢 很多Windows一些思维方式 它固化在了它的这种系统当中 或者说固化到了血液当中 那么出现Linux之后呢 它的到底是两个不同的操作系统 完全不同 那么Windows我们就说 它的设计理念就是什么 当时微软公司提出的口号就是 让中年家庭妇女 当然我这里没有贬积 这个中年家庭妇女的意思 对你要特别强调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 让中年家庭妇女 都可以熟练的应用电脑 那么现在看 Windows在这一点 确实做的非常不错 但是我们Linux呢 它的诞生 包括设计 包括使用 到目前为止 它都是为了服务器作为目的 那服务器是给专业工程师来用的 所以呢 可能应用性 包括这种设计理念 都不是说是非常非常简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很多思维方式都不是完全一样 不是完全一样 所以我记得以前啊 在上课的时候碰到过 我们下一讲要讲Linux系统的安装 有同学就问我们 要把这个Linux装在C盘 还是装在D盘呢 这个就让我们哭笑不得 因为在Linux当中 可能既没有C盘 也没有D盘 当然这些东西 在后面我们会多次碰到 我们真正碰到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要 我们当时会强调 大家可能就要尽量注意 可能不能完全去套 Linux的思维方式 当然有些地方可以套 便是大家理解 但是不能完全套 不能完全去套 我们会通过一些对比的方式 让大家通过熟悉Linux的同学 能够很容易的了解Linux的知识 对对对 那么最后呢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这样的几个词 第一个呢 就是计划 对 那为什么要专门提这样一个词 因为很多呀 学技术的同学 很多人我见过的 都有一个通病 大家都很喜欢买书 都其实很喜欢收集学习资料 比如说呀 我和沈昭老师的视频 发布出来以后 大家呢 一个同学张三 有这本视频 其他人拿着一顿用盘 都考过去了 对对对 考过去就有一种错觉 好像考过来 自己就会了一点 这就是我的 买了一本书 就有一种错觉 好像这个技术 我已经掌握了一点 对对对 结果其实呢 并没有怎么学习 买的书放在那 灰尘都落满了 自己变成了一个收藏家 对对对 最后放了几年 这个技术呢 可能过时了 对 只好按金卖给收废品 对 这个就很糟糕的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学习 我们这套视频教程 看我们这本戏说Linux 希望大家能够做好计划 对 每天看几集视频 对 每天看多少页书籍 那么在有一个明确计划的前提下 还有第二个词 坚持 对坚持 一定要可以按照计划去做 刚刚不是明哥说了吗 你要没有达到标准 做佛生败 或者你可以把罚款寄过来 我们也没有什么 我们也可以接受 哎呀 我想起一件事情 我在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班主任 是我的英语老师 那么他当时啊 给我们定的一个计划 一个目标啊 就比如说李明 你这次英语考试 这张卷你要打95分以上 他不是计不计格的一个问题 结果你不小心达了92分 那么这个时候 老师教授坚持的方法 就是坚持不断进步的方法 很简单 差了三分 那你可以选择 你是下楼跑30圈呢 还是在屋子里面 做300个服务船呢 那30圈在下面跑啊 累不累咱另说 关键是啊 还有很多其他同学 还有一些女同学会看到 好吧 这个所以太丢脸了 因为那是丢 全学校的人都会看到 但在班机做服务船 只是班机的同学 在家里面 在这个自己的小范围丢脸 后来我就选择做300个服务船 但是你说初中的一个学生 做不了300个服务船 对对对 做个二十三十个三四十个 你做不动了 老师也很善解人意啊 老师就在我脑袋下面放张纸 说李明你就在这 用胳膊撑着 什么时候你脑袋上的汗 把这个水 出的汗水 把这个纸打湿了 就可以起来了 好吧 那么这是让你坚持的一种方式 我到这辈子还感谢那个老师 如果没有他 也许我大学都考不上了 所以你要找到 坚持的一个方法 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能够持之以恒 你的计划才定的有价值 对 才能够实现 才能把我们这个视频教程看完 才能把我们这本书学完 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这里面写了两字 叫专注 专注 专注 很多同学啊 就是下定决心了 也做好计划 要去学习Linux 但是呢 左来一个资料 又买一个视频 到最后呢 哪一个都没学好 那其实啊 我们并不是说 大家只能看我们的这样资料 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专注是 学习好一门技术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前提 那么包括学习其他技术也是 我先认准一门技术 然后当这门技术学的差不多的时候 再考虑下一门 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都要先考虑的是专注这样一个问题 对 比如说呀 前一阵有一个大学生的朋友 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号召以前今年年初的事情 在Q上就问我 他想学一些编程开发的语言 他就问我 学PP好 还学渣瓦好啊 那我就跟他讲 这个其实都挺好 对 那关键是你想做哪方面的开发 对 那么我们应该客观的说这个事情 不能因为我们兄弟脸主要做PP开发 当然我们也有扎瓦的一个课程 但是呢 我们不能有偏向性 我说按照你的个人的志趣 对 结果这个学员就非常的纠结 后来也没有确定 大概又过了小半年 又在网上问我 就李老师我还在纠结 我要学PP 我还是去扎瓦好 好吧 我就跟他说 为什么你这个时间半年 都用来思考人生了 对吧 我就想养猪还是养养好 那么养猪养养 你能养大了都挺好 但是得开始行动 对 我们经常讲一句话 叫0.1大于0 但是前起专注到某一点 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像放大镜一样的 专注聚焦到某一点 你才能把纸点着 对对对 一分散就什么都完蛋了 没错 那么学习Linux 还有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陈长老师不知道 在教学生的时候 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对 我们现在就说 其实不光是Linux 我们所有的专业的 这种计算机技术 可能都需要大量的关系 而且我们这些东西 都是什么 客观性的科学 并不是什么 我想 我会了 我就会了 就一个简单的LS命令 我敲了出来 你并不一定敲了出来 那么练习啊 我现在就跟我们学员说 你最少一节课 要练两遍 练两遍 不是说你把LS敲两遍 而是把整节课的视频 这个练习 做一遍 回过头再做一遍的时候 可能才会有一个感悟和体会 那么这个练习 可能两遍是远远不够了 但是 我们说这是最少 那么也就是说 练习是检验你学会与否 或者说 它是你自己的知识与否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没有其他的标准 就是练习 所以呢 练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定要严格的遵守 制定的计划之后 严格的遵守 在你的计划当中 不光要有学习计划 还要有练习计划 练习啊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就像这个谈恋爱是一个道理啊 就像这个沈超老师 成天捧着恋爱宝典看 这是没用的 学耳实习之 所以呢 不仅要看 还得多去练习 在大街上看到女孩子就表白 表白一个不成功 表白十个 表白十个不成功 表白一百个 你总会越来越熟练 你表白的越来越有技巧 而且保不齐 可能哪个女孩子 一不留神就中了圈套 就被你给拉下水了呢 我觉得我表白 记十个的时候 就会被打死了 没有后面 所以练习非常的重要 对对对 只有练习才能更有体会 只有练习才能增加记忆 对对对 练习才能加深 你对这个事情的印象 对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在学我们这套视频教程 尤其后续的 更多 很多大量的操作性的课程里面 对对对 一定不能只是看视频 不能只是看书 那是没有用的 看是真的没有什么 财大的作用 对 所以呢 这是我们希望啊 在这一讲里面 我和沈超老师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提醒大家 你要注意的 你可能会面临的学习障碍 对 没错 那么你要找到一些 学习的方法 那么才能把这套视频教程 把这本书 把Linux 能够学好呢 没错 那我们这一讲 Linux系统简介 到此为止 全部的内容 就与各位同学们分享完了 那么希望呢 大家通过第一讲 能够对Linux 有一个认知 知道Linux 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对 有多么广泛的应用 知道开人软件 那么到底呢 有什么样 不同于商业软件的地方 以及 在学习之前 能够 听到我和沈超老师的 学习建议 对学习Linux 增强一点信心 找到一些方法 没错 下一讲 我们为大家带来 Linux系统的安装 那么本讲呢 就到这 谢谢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 讲